達成業績我們就會用一些小手段 可能就會跟就是客人說 姐姐…不然我跟你說啦 因為我們公司就是 還是希望你在週慶前 還是要開市嘛 因為週慶前那客人都不會買 都一定要到週慶 等週慶對呀 等禮拜 對 他們就那時候都別人 我們說不然姐姐這樣子 我偷偷跟你講一個方式 你不要講出去 然後姐姐就會說 好…你現在跟我買 假設這個 假設3萬5好了 我就說你現在幫我刷3萬5 然後你可以想我們品牌活動 然後週慶的時候 你幫我回來刷退 還可以再享有週慶活動 你這樣凹到兩個活動更划算這樣 就是我們會為了業績 去用各種手段讓客人嘛 可是他真的可以享有兩個活動 可以 但是我們當然不會跟百貨這樣講 因為其實這個方式也有一點點 撇步啦 對 有一點不太好 但是我跟你說 有時候我跟樓管講的時候 他都會說 好啦 你知我知的 就不要講就好 他們也想要我們有業績 所以他們也會整一整命 我每次聽你們在講這些 我都覺得這就是一個圈套 匪夷所思對不對 就是一個圈套 不會 但是我們快樂的走進 這個圈套 我告訴你喔 你現在不要刷 來… 來 OK 不能這樣 然後這個速度 這一件Chanel這一件有沒有 Channel的 你現在拿 我跟你講你如果再慢兩天 可能就要28萬 對 這一件你現在拿23萬5 真的 立刻刷了 對 立刻刷了 不然呢 你忘掉了一件衣服 23萬5是什麼概念 你懂那個意思嗎 懂啊 對啊 這就跟你們買車一樣啊 好 你們繼續聊 怎麼回來了… 怎麼回來了 沒有 憲哥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遇過他們講的這些 都真的還好 我們之前有遇過一個最誇張的 他們剛剛這些講都是有什麼 給你刷卡 然後有結帳 我們之前隔壁櫃 真的在我面前親眼發現的 我們有一個櫃姐 她會常態性的問客人說 停車正常不是折底 沒有停車 來 沒有停車就不用折底 她說你不折底 那我收現金 不開發票 我真的遇過 真的是在我們隔壁 沒有停車就沒有折底 她意思就是說你沒有需要折底 那我給你那個現金價 我給你折一點 不開發票 那數字就不對啦 對 就是她自己想辦法 給你好一點 然後她自己去做別的帳 因為 對 而且我真的 因為我自己親眼看過 我們隔壁櫃圍櫃姐 她就大概兩次這樣子 這樣的目的是要幹嘛 就是她可以自己做別的帳 然後從中獲取一些遊說 這個早年百貨 確實滿多這樣的情況 還有就是比如說你沒有打桶鞭 是不是就是那個發票是 你就有人是 熟客是不把發票帶走的 對 所以她會把 比如說我這一張是五千塊好了 你沒有拿走的發票 下一個來結帳的五千塊 我就把這張發票給你 然後那個五千就可以放在自己 這個五千就可以拿到 她自己的口袋裡啦 用換的 所以她們自己手上的那些發票 早年我確實常常聽說 有很多百貨公司的櫃姐 會有 很會作帳 包括剛剛有講到 因為週年前的時候業績特別好 可是前一個月跟下一個月 業績會超爛 比較慘淡 所以她們必須要把帳 分批到前後兩個月 就上游政策 下游對策嘛 所以她們都是被櫃姐 櫃哥耽誤的會計 真的有所謂的VV VIP嗎 有一些就譬如說 下午就有遇到她就是 譬如說我們不方便去現場 然後她就說 這個東西你可能今天必須要過來接 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沒有去拿的話 她可能沒有辦法再留的話 然後她就會幫我開通一個 那個刷卡連結 對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線上刷卡 然後她就可以幫我打包 慈佳姐姐 我不想去現場了 都買一些你們不會買的啦 就是沒有人要買的好不好 之前還有碰過是 一樣是在週年慶的時候 但是因為有一些貴太太 是不方便出門 有幾種 一種就是她可能覺得 有電子腳療 不是 她可能 也有喔 也是有喔 她幫著打牌 她在打牌 也是有喔 我也是 我碰過也是有的 有電子腳療 不方便 然後有的是可能剛進場維修 所以她不能臉 不能出臉 還在剩血 對… 然後也有她可能真的是 就是不方便透露她是什麼身分 對 所以就是貴哥貴姐 會把東西拎到她家去 有這種 讓她在家裡挑 挑完之後在家裡結帳 對 這就V… 對 非常…重要 然後因為我碰過是 為什麼我知道 是因為我被帶去現場 跟她解說這個單品要怎麼搭配 妳是廠商安排的 那妳有沒有抽 我沒有 怎麼可能 其實我意思以來最氣就是 因為我不是貴哥 所以我不能抽成 對 我們只是去介紹 我們只是去介紹 就是給人請啦 對啊 你也不可能 做這件事嘛 但是就是薪水 但我們不能夠抽成啊 那個多誇張 妳可能講一個小時 然後有自己的費用 但是他們那天的銷售額 可能是妳費用的 15 20 30 100倍 都是上百萬的 對 我有一次 一個下午做了 400萬的業績 但我又不能抽 對 超想抽 要不然妳去當貴哥啊 其實英文可以 很專業 來…看我們下一條 好 來 我們看秘辛第二條 水太深了啦 我們一送一組的商品 都是滯銷貨 對 那當然啦 因為它這個應該就是 所謂的去化嘛 應該這樣講 因為每次中年期 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組合 不管是化妝品 保養品 現在家電 生活用品 它都有組合 對 可是我就有過一次 去做化妝品的活動 然後他們就告訴我說 他們要先跟我 跟你Brief一下說 我們這次的組合有A B C D 我就看這個 這個A B C D裡面有一組 有個東西 我怎麼從來沒有見過 我說是新品嘛 他說不是… 是我們的一個明星商品 我說明星商品 那為什麼沒有 我怎麼沒有見過 他說就是 放在裡面 就是放在裡面 然後通常這種所謂 賣不好的明星商品 它都會配一個全新 這個月才剛上市的新品 最流行的 對 我就說 統稱 就是 就是剉粥 剉粥 然後就買這個送這個 而且你知道我們有時候 一到現場 他會把報表拿出來 就比如說口紅有五個顏色 可能就會有一兩個 因為國外要求我們 一定要訂貨的顏色 然後那顏色可能就是很可怕 永遠賣不出 永遠賣不出去 有些那種紫紫黑黑的 我曾經遇過 那口紅打開來它是綠色的 怎麼弄了 但是它擦起來 史瑞克聯名款 沒有 但它擦起來 其實是沒有顏色 可是我要講的是 一般消費者看到轉出來綠色 你怎麼可能買 對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老師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1號 2號就是 我們量還有100支 我說那3號 4號呢 都只有8支 我說那 怎麼賣 所以我要怎麼… 我要怎麼做 他說你可以推1號 2號嗎 我說可是1號 2號是綠色 他說 沒有啦 它名字取得不好啦 而且這一款很厲害喔 對 這是Snapple年名的 等一下…你講什麼 Snapple 你要講什麼 Snapple 你在講什麼 就是那個黏黏的那個叫什麼 Slime Slime 對 你剛剛講的就是胸部的尖端 在我們很緊張 對 我剛剛下一個 Snapple年名 而且我想說 這種特別的聯名 我想說這個聯名如果變綠色 他要送醫院喔 抱歉… 好啦 嘉義 我剛剛到底聽到了什麼 精品美妝8年 對 因為我們其實在化妝品1樓 它就是個戰場 沒錯 而且戰場就是我們初清那些 所謂的剉舟的時候 但是這個剉舟在我們現場 沒錯 對 然後每一天 每一個尺寸都會比重點上面 賣了多少 然後可能業績 因為他的十日不多 沒錯 然後數字最高的當天 可能櫃展還會在請吃 什麼厲害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 比如說手一手六 手三手四 這四天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 尬著一個最好賣的東西 然後跟著一起推出去 譬如說這些人的話 就是有他排的 就是非常非常難推開的眼線筆 一打開就乾掉的那一種 那真的很可怕 可是它主打就是它速乾 不會脫妝 所以我們就會用非常快的技巧說 小姐 這個真的很厲害 你看一上去一整天都不會脫妝 搭配現在這個粉底 一起出去的話 你一整天的妝容 永遠是最漂亮的那一個人 OK 對 所以這時候客人說 好 我帶兩組 我們這時候就會很開心 對 因為等於把好賣的跟不好賣 綁在一起 直接綁在一起 對 然後通常客人就會很滿意的離開 是 然後我們就會再送他滿兒症 可是那個滿兒症 又是很可怕的滿兒症 就像是化妝包裡面 就會有化妝水 精華液 面霜 還有很可怕的紫色的唇膏那一種 對… 復古時尚 二十年前的時尚 然後我說 我都會說 這裡面有個小禮物打開 這是我們的小小心翼這樣子 然後可是客人就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澎湃的驚喜包 然後我們再約他回來的時候 就很尷尬 覺得妳送這什麼東西啊 冷到發紫啊 對 下一次再見到他 可能就會在一年後這樣子 而且一般我遇到這種 我都會說裡面會有小驚喜喔 我會先打預防之後 我不會說精心準備 我會說會有小驚喜喔 然後通常他們如果先要打開 一看到抖一下我說 是不是驚喜呢 這樣子驚喜 小眼神 來 林漢 來 你咧 就馬姨送這個服飾金最多的 那種賣不掉的帽提 迎輪的一輪 就是從這邊到奧雷 然後又回來 今年又看到 奧雷又回來 對…就可以已經 到底有多醜啊 到底有多醜 這件衣服有多醜 對呀 我很好奇 等於他所有的TA都過了一遍 都沒有人要耶 那個TA沒有人要沒錯 後來就留到 剛好那個那一天一到賣光 哪一天 萬聖節 鬼妮…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這些我們都遭遇過 但我們不放棄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部都在裡面一次滿足 我們都在一起 有時會給我們 有時會被控制 有時會有兇的